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光电闸 光电计时器 砝码 缓冲器 滑轮 细线 挂钩 迷尺 实验原理 由滑车在无摩擦力的空气轨道上 直线加速运动的情形 验证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U为重锤质量 大M为滑车质量 小M为滑轮质量 轨道水平调整 如画面所示 架设三个光电闸 分别落在 X1 X2 及X3的位置上 首先利用弥尺 量取 X1 及X2 利用水平仪 大略调整 轨道的水平 然后将滑车 放在轨道上 打开送风机 将空气送进轨道 此时便可进行轨道水平度的微调 如果滑车会固定往某个方向跑 则表示轨道不水平 需在借微调气轨架下的螺丝 调整水平 直到滑车固定不动为止 实验仪器校正 量称空挂钩 法码 滑车 记录其个别之质量 将细线绑在挂钩上 并记录码加上挂钩的总值量 接着将细线跨过滑轮后 再绑在滑车上 使两者相连 需注意的是 细线不能太长 避免挂钩落地时 滑车仍未经过第三个光电闸 打开送风机 启动光电计时器 再使挂钩落下 并带动滑车 此时光电计时器 会自动记录 会自动记录 T1 T2 再将上面所得之 S1 S2 一起带入公式 计算加速度A 重复上述步骤五次 取得A的平均值 并与此时计算得到的理论值比较 改变风速 先在滑车上 加上两个砝码 在挂钩上 加上六个砝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将送风机关上 再让重锤落下 量取T1及T2 求取加速度A 将送风机开启 使滑车扶起 同上一步骤 使重锤落下 量取T1及T2 再求取加速度A 固定拉力 改变滑车质量 在空挂钩上 放上两个已知质量的砝码 作为此部分固定的拉力 先在滑车上 先在滑车上 加五个砝码 让重锤落下 量侧T1、T2 求取加速度A 求取加速度A 在滑车上 一次减去一个砝码的重量 改变滑车质量 改变滑车的质量M 打五个不同的值 并分别重复上述步骤 求取加速度A 在完成五个不同滑车质量的实验后 做M与A分之一的关系图 固定系统总质量 改变拉力 先将滑车加置五个砝码 挂钩挂上两个砝码 使重锤落下 量取T1及T2 求取加速度A 持续将滑车上的砝码 一个一个的一字挂钩上 重复上述步骤五次 量取不同砝码时 滑车的加速度A 做重锤质量 及加速度A的关系图 烧队的加速度A 将 同一顿 高球 降与 平员 。